内在反应产生的价值系统有三个范围 第一,就是对永恒性的探导 第二,对这个道德性的探导 第三,就是对敬拜性的探导 所以在宗教里面所讨论的三个范围 就是人的道德 人对神的敬拜 人死后永恒的归属是什么 这些探导没有答案 因为在永恒性中间,我们失去方向 在道德性中间,我们失去标准 在敬拜性中间,我们失去对象 所以宗教的敬拜对象 可能是雷宫,可能是观宫 可能是牛独,可能是大象 可能是树,可能是山 可能是土地公,可能是门神,造神 他们有没有敬拜?有 敬拜的对象是模糊的 所以敬拜的价值观没有答案 敬拜的对象没有准则 人有没有探讨道德?有 凡是不讲道德的就不是宗教 凡是讲宗教道德的就有价值 凡是在宗教气氛敬拜中间 付了道德的神圣性,甚至降低标准的 就是低级宗教